昨天回家的路上 在污水渠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 刚开始以为它只是有皮肤病 没想到带回家给它洗澡的时候 发现它还有其他的问题 老公说这么小的狗 抵抗力是最弱的 匆忙给它洗干净 就抓紧带它去医院 在去的路上 我们的心一直是揪着的 就怕到医院会检查出不好的问题 原来小狗的肚子大 是因为肚子里面都是虫 接下来医生说的话 又让我们吃了一惊 虽然医生说小狗身上的毛 要想长出来很难 但是老公还是想尽力救治一下 回家的时候 老公的心情明显好多了 救一条生命也是值得的 走吧 小狗 小狗狗 小狗狗 还害怕它有什么大的问题呢 多精神 咱家终于来了一只宫狗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 拼命挣扎 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啊 就算四海未夹 就算风吹雨塌 也要微笑着说我还好 太 cancer了 甘 藍 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